大家好,我是吳仔 兩宗消息要和大家跟進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我們會說 欣兒出現 欣兒激瘦兩圈 瘦很多嗎 生圖曝光 這張照片真是很新的 說她出去吃東西 有人找個合照 我的樣子真的瘦了些 瘦了些 不在捧殺,說人瘦很多 瘦少少 欣兒 之前說她抑鬱症 有人這樣說 情緒病 情緒病很嚴重 我會說一下欣兒的最新動態 以及會說羅家良的最新動態 羅家良厲害 羅家良小過奔史雄 奔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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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十年 大十四年 所以說錯了 羅家良六十歲 七十四歲 奔史雄 羅家良的樣子比奔史雄更老 當然 平時的飲食習慣很差 羅家良 喝酒 喝到別人叫他少年蝦叔 關海山 喝酒才來演戲 平時很難喝酒 他自己說的 以前在電視上說的 先說一下欣兒 接著說一下羅家良 欣兒 很瘦嗎 有些 有人在小紅書鋪了他出來 原來是九號 我看到這個新聞應該是如一報 然後每個人都在找 在哪裡找出來的 在西環吃點心 看到欣兒 吃蝦餃燒賣的地方 在香港這些好吃 現在都少吃了 我不敢吃這些東西 我現在的肥豬肉 我不敢吃 你知道燒賣其實很大塊肥豬肉 那些激素 激素 令人 其實身體很多東西 或者情緒很多東西 根本都是食物 化學 你打很多東西 在豬上 接著 你吃了豬肉 就變了身體 那人就是 會什麼 見他去吃點心 肥豬肉 吃點 就走去 有人拍 見到欣兒 立即找他拍照 就說他穿著連身裙 化了淡妝 我以為素顏 化了 畫了眉 看上去都很精神 身形比上個月瘦了些 欣兒經理人 林珊珊 她說 她是好 安好的 她說我們團隊和她一起準備 多謝大家關心 她已經在夾緊工作了 暗示欣兒會復出 有些新事搞作 都應該的 都搞了很久 停了成 嘩 四個月了 欣兒四個月開始失蹤到現在 沒有露過面 一直引起無限的揣測 有些人說她情緒病發 因為人家是擔心她的 因而觀眾愛你 比你所想更多 你會覺得人家不喜歡你 如果我聽她說話 我沒有人報告 我被人罵出來 都很介意 但其實人家都很關心她 一見到她這麼多年都很努力 你喜歡唱歌你又唱得好 做人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身心靈健康 上個月 對上一次已經是 坐在這裏彈琴自彈自唱 人在這裏 人沒事就是世界冠軍 人最重要是在這裏 有些人擔心她 擔心她也先鬆一口氣 見到她那時都說瘦了些 現在出來說很瘦又不是很瘦 我想現在還瘦過之前 再瘦過之前彈琴那時 那個女客 反而是大陸人發現她 在內地人下來香港自由行 遇到欣儀 我們香港人 是見到欣儀不敢走過去 還是回來內地人走過去 打擾別人 打擾別人事 打擾別人事 她拍張照 欣儀 靈靈女女面大笑容 瘦瘦地 網民說 你很瘦和的 這個 匪姐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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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很瘦和的 那就好 沒什麼 拍她的那個人 反而挺漂亮的 她是美女 美的內地遊客 欣儀已經很快出來了 林先生在夾東西 不是夾菜 不是夾菜 很快 但我又勸喻 一些情緒不好的人 那些 有幾樣東西 在這裏說 這裏說 大家吸收到多少 就自己知道 吃少一點澱粉質 不是完全不吃 吃少一點 晚上真的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你用不完糖 要不糖尿病 要不糖尿病 肥肥就傷肝 肝的醫生 很出名 青龍 肝臟權威 他說 夜份也不傷肝 吃糖最傷肝 他說 中西合璧 一向是肝煮情緒 肝不好情緒不好 他說一件事 一件事就是護肝 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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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是情緒病 說什麼肝 都說肝煮情緒 要不聽 脂肪肝的人 脾氣又不好 而且經常會容易哭 肝屈 算是抑鬱症 沒想到肝誇 減肥 不過肝肝都可以吃 脂肪肝,吃多多多淀粉 淀粉做主糧 因而她本身是生酮飲食 生酮飲食,你減肥,吃肥豬肉也不是太好 你也可以生酮,生酮得來也要清淡 這樣說,你們不是吃齋,吃魚也會生酮 吃三文魚也好 你只吃肥豬肉,當然是肥豬肉 吃肉類的激素很重要 我有一個朋友是素食健美冠軍 我跟他看了很多篇研究 原來你健身不吃肉 人類激素是回復,降低了 本身吃的肉很多都是女人 那些容易大,容易肥 吃那些豬腩牛腩 打了一些針,賀爾蒙 那些賀爾蒙上上下下下 那些人的情緒很瘋 我早就知道 我早就知道 儘量都避 避不了也沒辦法 你看羅家良現在老逆逆地說 是否劇情需要 別人說他以前很英俊 只是捧殺 羅家良何時英俊 有些夫妻以前覺得他英俊 歲月什麼什麼 那套樣不記得 創世記的時候 葉榮淺當時比較大紅 他漂亮在他下巴兜兜 臉是方形的 他這些樣子如果用來做真人版 Kent 就不會變很多 五官在那裡的面型差不多 就是方形的 方形面的男人才是世界公認的帥 你們真的不知道 郭富城 呂良偉 古天樂 羅家良這些面型 全部都是方形的 那些公認帥 為什麼不說王德斌 王德斌的五官不漂亮 他的面型也很漂亮 他跟郭富城差不多一樣 但是五官不漂亮 人都要說眼耳口鼻 你說外面的形 羅家良是漂亮的 曾經漂亮過 他瘦的時候就不漂亮 做季節的時候 我媽媽那時候都說他 太瘦了 他年紀大 人家中年發福 他中年發運 為什麼呢 你瘦的人 年紀大越大 咬肌越大 你看郭富城就知道 郭富城年輕的時候 咬肌沒那麼厲害 越來越厲害 因為他做健身 他做健身就是咬牙 郭富城經常咬牙 我看過他很多次 在片場 有時候緊張 緊張 以前是十幾年前 有些劇本很不開心 那時候看到他喪力不停咬牙 培養情緒 你羅家良以前也漂亮過 方臉型 現在呢 臭臉型 老人天天 很多人關注 哇 那 有人稱讚他 高大英俊 懂得唱歌 演技好 不過是人都會老的 他沒有保持 羅家良 沒有做運動 吃煙喝酒 喝酒還要厲害 人家叫他少年蝦叔 拿著啤酒 拿著大啤酒 拿著大啤酒 然後就走進去片場拍攝 他拿著情緒 大家都很想 哇 還記得他葉榮天 很棒 很聰明 以前英俊 到一個點 你捧他 以前 葉榮天 都不覺得他 不是太英俊 因為那年代 葉榮天 古天樂 那時候真是聖眼 古天樂 說黎章劉國 是最英俊 何時到羅家良 羅家良是電視小生 你說很英俊 就 李琦 哎呀 寶芝 你做什麼 哎呀 你屈了個袋 那時候 你會覺得 挺過癮 這個英俊 真是 OK OK 喂 現在他的樣子老到這樣 是不是新劇造型 老的冰屎雄 男神崩壞 面容潮緒 大眼淚 哦 老了十歲 說他新劇造型 七十四歲 哦 那他的髮型這樣搞 就是老了 男人最忌是什麼呢 那些髮型兩邊流 流厚了 那時候阿叻說 陳百祥 他說 我們這些年輕人 剷短兩邊 就留個頂 他說 好像阿岑建勳 那樣 剷短兩邊留兩邊 哈哈 你已經想到 年輕人剷短兩邊留個頂 這個就是 那個帥仔和不帥仔的感覺 周柏豪剷短兩邊留個頂 郭富城也剷短兩邊留個頂 劉德華也是 你剷短兩邊留個頂 就 岑建勳 現在羅家亮 年紀大 整個髮型 兩邊都留 撥後疏後 沒用啊 你不會聰明的 他很不介意自己的樣子 其實說真的 你藝人 你老都可以承認 你看看 真情的阿海 黃炎智還是黃自然 我搞不清楚你 你一般上 不能夠大紅 都是因為名字 經常跟別人撞 真情的阿海 前一陣子跟那個阿姐 羅琳做兩夫妻 白白頭 很有型 但他有保持 羅家亮沒有保持 你看他的臉都倒了 掉下來的東西 又有法令文 有人說他是不是基因特別 就好比萬子娘老了都失去明星相 這樣說 萬子娘 這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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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體 兩體 你老了 你有明星相 你年輕的時候 有那麼帥 才可以的 你看周聰得 謝賢得 還有誰可以 我覺得石堅得 關得輕得 老了都帥 胡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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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明星相 你說他沒有明星相 他可能專門扮再扮老 其實他現在要剷兩邊 留在頂上 再保持健康就好些 但他始終 那些皺紋比Benz雄 那個眉頭 那條眉都沒有了 眉毛畫下去 頭髮有點稀疏 真是 連嘴都有一條紋疏 嘩 真是 沒有了 所以你吃煙喝酒 始終不能放久了 始終沒辦法 明星是 不耐心的 一定是 好像人生馬拉松 走遠的路 他現在有一套叫什麼 就是 馬來西亞拍的雙戰片 我只看幕後花稅 已經說羅家良老了 隨便吧 人始終會老 他也叫 熊過 這套有很多好東西看 有林峰 林峰的頭也是 搞到這樣 林峰你不要裝 不要裝斯文 林峰你不如健身 操爆肌肉 裝硬看鐵看 還適合你 我經常覺得 你梳兩邊 裝張智琳的髮型 不是你搞的 年輕人裝古天 老了 不知道裝誰 現在這些造型 不行 感覺上林峰 不行 你自己做古裝 你都裝張無忌 做大俠 風哥 你 看到他也是 失策 蛇絲慢 也是差不多 保持水準 也是那些人 羅子逸 羅宗謙 那些 這套 看看你們會不會看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